大家好,我今天又和大家讲的故事是《忤逆不通忏悔》 张艺杨每天清晨都虔诚地向上天祷告 忏悔自己遗忘所犯下的罪过 有一天,他被鬼族抓到阴间 判官出示黑幕 就是记者他平身所犯罪过的故事 给他看,只见其中一件件,罪过都已勾掉 唯独剩一件,恶事没有勾掉 小的时候,父亲则骂他 他非但不认错,反而生气地瞪着父亲 张艺杨才知道,不孝的罪过不通忏悔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